今天我还来跟各位谈一谈 一个三代同谈的问题 我相信有不少人 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 我们都是人 人跟人之间接触的时候 常常有冲突 有一些摩擦 甚至于不同的观念 不同的价值观 不同的看法 好比说小孩犯了错了 父母要纠正 好比说要打手心或者打屁股 这个祖父祖母 或者公公外婆就过来保护的 这个真的会造成好大的困扰 甚至于怎么带小孩 我还听过有一个爸爸妈妈讲说 晚上小朋友睡觉的时候 要不要穿内裤 尿布之外要不要 还有两代又起了冲突了 他们的看法都不一样 那么前几天我遇到一位女同事 她以前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 最大的一家广告公司 所以就常常加班 所谓常常的意思就是 每天都是十一点钟下班 而且是责任制的 不是说你偶尔才这样 这是你的工作 那么她有一个小孩 那个时候一岁多的时候 小孩不要不要她抱 因为跟她没有相接触 没有讲话 不让她抱 这个时候这个妈妈是很了不起的 毅然决然就把这个 这么忙碌 但是也是她很喜欢 很适合的一个工作 辞掉了 辞掉以后就是回到家里 回到家里以后 这个状况有没有变好呢 有某一方面大概有 她跟小孩熟了 可是跟爸爸妈妈 管教小孩的观念起冲突了 那该怎么办呢 那么坦白讲 每一个家庭都不一样 每一个父母都不一样 我今天想讲的是 我们能不能够找到一些 共同点比较多的问题 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第一点就是 我们总以为放在心里就可以了 或者不讲出来 爸爸妈妈也会知道 其实错了 什么事情呢 就是要感谢爸爸妈妈 他们一大把年纪了 愿意来帮忙我们带小孩 我们就都放在心里 甚至回来就拿起筷子 可以吃饭 都觉得理所当然 根本就没有对他们表达感激 这个会造成 这个可能是问题的根本 你看 你要想跟爸爸妈妈沟通 今天的小孩不一样了 不要用几十年以前 你们管教我们的方法来带小孩 或者不要把小孩宠坏了 我在管小孩的时候 你们不要插嘴 爸爸妈妈大概不会接受 可是你平常 有真诚地感激爸爸妈妈 有的时候甚至于写一封信 给爸爸妈妈说 我们多么地感谢你 你们的奉献 你们的付出 多难得 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 这个时候你跟爸爸妈妈谈 怎么样管教小孩的一件事 他就比较愿意听 比较愿意改 你看我讲的是比较 也不是绝对会改 当然有的时候 我们也能够从爸爸妈妈那里 学到一点也不一定了 他们也有他们正确的地方 这一点我们也是不容易做到 那么除了要感谢真诚地 感激爸爸妈妈的付出之外 我觉得我们要学会 跟老人家沟通 怎么说 其实跟一般人也很重要 但是特别是老人家沟通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抓住 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 就是要听他讲 听他讲完了话以后 你不见得照他的做 你就他讲话的时候 你不要去做家事 洗碗了擦地板了 看包了看电视 你就很注意听他讲话 可是注意听他讲话 并不见得就是你都同意他 或者采纳他的 不要让他觉得他的话一点价值都没有 或者他一天到晚只会唠唠叨叨叨 睡睡念 哎呦 老人家也需要注意力 当他说话的时候 我们专注地听他讲话 听他讲 听他讲 他就得到一种满足 然后我们甚至于从他的话里面 找到一个优点 一个值得学习的地方 你刚刚讲的那一点 大概他讲了四五点 那一点我一定会注意 好 然后再跟他沟通 说现在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好比说小孩一天到晚都在玩这个网上游戏 我们必必不让他玩 结果这个爸爸妈妈还去给他买了一套新的电脑设备 我们当然很生气 可是当我爸爸妈妈还是让他玩的时候 我们跟爸爸妈妈沟通的方式是应该是什么 就是你们的关怀是对的 我要跟你学习 关怀什么 关怀小孩的好奇心 同侪的压力 同学都在玩 还有如果我也是这个年纪 我可能也爱玩 这些都是先肯定一些部分 然后再谈 说我们做一个妥协 这个每个礼拜只能够有两个晚上玩 那个礼拜五 礼拜六 其他的时间工作 读书 好 结果成功了 这个人就是我的一个孙子 他能够在礼拜五 因为他们要组队啊 跟另外一边打 所以礼拜五 礼拜六晚 连礼拜天都不玩 因为第二天要上课 这个不晓得对小孩这一点有多重要 如果我们是这个年纪的话 真的要有这个同理心 所以不玩电动玩具是不可能 但是给他玩 这个就是透过了沟通了 三方沟通了 跟老人家 跟小孩 我们自己在那里 有时候夫妻意见也不一样 得到了一个好的结果 他也有很好的同学 也有适当的游戏 也不要瞒着你偷偷跑出去玩 玩这个线上游戏 除了这个我们要感谢 要沟通 那我再给各位一个很具体的建议 那就是每隔一段时间 好比这两个礼拜 只有你们两个带的小孩 无论是一个小孩 两个小孩 三个小孩 你们自己出去玩一次 平常有的时候是全家人 连老人家一起出去吃饭 一起玩 但是有一些宝贵的实况 是属于你们小家庭的 只有你们 那么有一些话 就是你们可以在这个场合里 跟小孩沟通 不是都是说坏话 好比说你觉得爷爷奶奶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他看到也许不知道 你看爷爷奶奶好有爱心 现在可以退休在家里 他来帮忙我们照顾家 爸爸妈妈要上班 爷爷奶奶很了不起吧 这也是沟通啊 然后也可以谈到 这个你最觉得你想要改变 这样才跟爷爷奶奶 处得更好的是什么 不是改变爷爷奶奶 是他自己要改变 他可能跟你一样 所以爷爷奶奶跟我讲话的时候 我不要嫌他啰嗦叨叨 我就注意听 大概听两三分钟就够了 好 那你有时候要对他有一些 小孩有一些要求 好比说你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 手机 手表 或者最新型的钢笔 你不要我爷爷奶奶叫他们买 你应该跟爸爸妈妈来讲 这些都是小家庭的时候 出去玩的时候 甚至于有的时候 你也休假 太太也休假 带着小孩出国玩 爸爸妈妈在家里 我换句话说 你们需要一些独处的时光 这个不是不孝顺 也有时候是陪爸爸妈妈出去 回老家玩也不一定 好 那么最后一点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不太想讲 可是必须要讲出来 最后的一步 但愿不要发生 万一发生了 实在协调不了了 也根本就是铁壁铜墙 根本不能沟通了 这个时候你要搬出来住 搬出来住 你自己要克服小孩的问题 你很可能要搬到一个 幼稚园旁边租一个房子 早上可以送他们去幼稚园 然后借他们回来 或者要想尽办法 或者有一段时间谁不上班 反正会辛苦很多 会累很多 甚至于会难过很多 甚至于爸爸妈妈非常反对 可是你还是要独立 因为已经没有办法沟通了 他们有一种错误的观念 我来举一个 在上海有一个例子 有一个妈妈开了车 经过桥的时候 小孩不知道要什么东西 妈妈就说不行不行 然后小孩说我要要 我去跟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讲还是怎么样 这个时候妈妈说 你给我下车滚出去 想不到这个小孩真的下车了 在堵车在桥上 这个小孩下了车以后 就跳到河里面去了 后来就死掉了 这真是一个悲剧 悲剧 我们希望永远都不要发生像这一类的 因为不和 因为冲突 而造成了这个 永远无法弥补的悲剧 那么回到刚才的讲法 我们把过去所学的要有自信 爸爸妈妈听了小孩讲话 我也可以接受 没关系 我现在那种 爸爸妈妈是威权高高在上 我命令所以不二 真的不只是我们做父母的 这个年代已经过去了 包括做领导人 做总经理 做董事长 这个时代都过去了 现代的Y世代 Z世代 他们要有他们的意见 他们要有参与感 其实从小时候就有了 那么你要做一个快乐 有成就感的父母 我觉得从这一代就要做起了 那么沟通的能力和步骤 还有方法 想怎么样倾听 怎么样表达不同的意见 这些都是要学习的 那么我举一个例子 你就 你一定很喜欢 就是微软的老板 比尔盖茨有一次在开会的时候 大发脾气 大发雷霆 抓狂了一样 坐在会议桌的这些高阶里主管 大家都不敢讲话 老板抓狂了 我看到她 坐在外圈的中层主管 有一位华裔的女士 我不知道她是哪里去的 会不会是台湾去的 也可能香港 也可能大陆 就站起来了 大家都不敢讲话的时候 她站起来了 她就跟比尔盖茨讲 她说 我非常能够了解 你为什么那么激动 以前我也跟你一样 有同样的类似的想法 后来我发现事情的经过 是这样的 一共才讲了差不多三句话 这个比尔盖茨就冷静下来了 冷静下来以后 大家都看了她 她就跟这个女工程师 就跟大家讲 她说既然这位女 她的名字我忘记 这样说 那我们就照她的话去做好 这个时候大家眼睛都在看 这位女工程师 她怎么这么棒 其实她就是用了 正确的沟通的方法 大家想想 如果一个团队里面 有两个人意见 永远是一样的话 可能有一个人是多余的 当然也有人说 有两个人意见 永远都不一样 这两个人都该走 因为都冲突 那么就是有不同的意见 才宝贵 但是要会表达 特别是你跟你的老板意见不一样 或者是你跟你的父母意见不一样 大家现在可以想一想 如果你跟你的爸爸妈妈 对教养小孩的观念 方法 态度 不一样的话 你用刚才这个方法来沟通看看 这真的是我们卡内基教的 所以我才这么好奇 那位女士是不是台湾去受过卡内基训练 那就是你跟爸爸妈妈第一句话就是 我非常能够了解 你为什么要这样教小孩 你怎么那么坚持认为这个是对的 我很了解 他觉得他没有什么特怪 他不是比你差 第二点就是 我以前也有过跟你一样的想法 你看 我们就是在当年爸爸妈妈 我们小时候爸爸妈妈就是用这个方法带大的 所以我非常了解 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 这样来管教小孩 后来我发现 今天的小孩从小就有电动玩具 就看了多少个连续剧 多少个广告 跟我们当年长大的环境完全不一样 今天他们受到关注的这个程度 比我们当年成天在外面乱跑在田地里面 长大的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是 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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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不会比较好 这个沟通三步骤 如果你用出来的话 你看 比尔盖茨就同意了 父母同意的机会也就很大了 这种沟通方式还显示出来了一点 就是这位华裔的女工程师愿意讲 别人都会讲了 别人都会说管我什么事 他就这样 没有那个心了 我们千万不能够 什么 心死了 不行 第二 我们要很有自信 这个也不容易 如果很容易的话 为什么坐在会议桌这些高阶领导人都不敢讲 他很有自信的 他讲出来 最后一点就是 这位华裔女工程师会讲 我们要想讲 要敢讲 还要会讲 他用了这个方法 比尔盖茨没有觉得丢脸了 没面子 比尔盖茨也没有觉得受到了反驳 你给我坐下 你给我扫过我啰嗦 你给我出去 都有可能 爸爸妈妈 用这个方法 这样的可能性很小 而且还逐步的可能更增加了 你跟爸爸妈妈 这个大家庭的这种和睦的关系 那么和睦的家庭 哎呀 实际上 有一个胳膊说 我的家庭真可爱 冬天温暖 夏天凉 现在有了空调了 常常都可以有一样的气候 那个空调啊 大概就是我们所讲的沟通的途径吧 今天我跟你谈到隔代教养的事情 是一个困扰 但是还是要努力了 不要放弃 好 我们下次再谈 谢谢 我们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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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